近期披露的聯邦政府與運輸局 在疫情早期的郵件往來 引發了對運輸局獨立性質疑 蘇漢文報導 國家運輸局是一個獨立的監管機構 它的行為準則在第39條規定 成員不得與政治人物 或其他聯邦部門及機構的官員 就目前曾經或可能提交給該機構的事項進行溝通 但是近期披露的未經編輯的電子郵件顯示 機構官員和時任運輸部長加爾諾的幕僚長 討論了如何補償因為疫情而取消的機票退款 機構官員和運輸部官員就即將發布的聲明進行了交流 即是航空公司可以發放航班積分 而不是為了取消的航班退款 各項聲明發布之後引發了公眾的強烈反對 並且向運輸局發起了幾千宗投訴 另外美國政府敦促本國政府 當因為性侵犯兒童而被定罪的加拿大人 前往美國時後能獲得通知 美國向加拿大發送有關犯罪者旅行的信息 但加拿大以私隱發為理由拒絕分享對等的信息 再次回到局面 請你戴大發送